情況也是非常的嚇人 那麼在畫面上的醫護人員 是忙於處理大量患者的屍體 我們看到這是一位伊朗民眾 他是來到了伊朗的一個醫院內部 那麼我們看到呢 這些醫護人員是穿著很多的這個防護衣 那麼在包裹一些患者的屍體 我們看到就是說 伊朗這個醫院滿地都是屍體 這些黑袋子包裹的都是非常的嚇人 那麼顯示說 一袋這些屍袋都已經不夠用了 所以說他們把這個屍體是直接放在了紙箱子裡 所以有民眾就是說 現在伊朗的醫生呢 還可以通過這些自媒體 把真實的這個死亡情況發布出來 但是中國體制內的人是全部被封口了 所以說連獨立記者 包括我們之前提到的 陳秋實 方斌 李澤華都已經是被消失了 金夢 你覺得伊朗的情況 會不讓你聯想到現在的重災區 中國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景呢 對 伊朗的這些畫面的話 其實讓我們就是非常的熟悉 是因為之前的時候的話 這種隨時就是說 可能不知不覺的話 突然間就突然間倒地啊 還有這種我們叫醫院裡邊 大量的情流 這些屍體啊等等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在武漢的這種傳出來的這些視頻裡邊 已經看到了不少這方面的這種信息 所以這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也從那個側面的話 也證明其實當年的這種 就是之前我們看到的武漢的這些信息的話 其實它也是真實的 那麼也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也能看出來呢 說真實的這種伊朗感染的這個情況 是要比官方的所報導的要嚴重的多 因為之前到現在的話呢 伊朗官方報導出來的它的這個病例呢 是死亡的這個數量77例 可是呢就是網友實際上數了一下 這個視頻裡邊的這個屍體 接近50具 這麼懸殊 對 這個實際上只是庫姆的 這個其中的一家醫院 就是所謂的它那個聖地那個一個醫院 所以它真實的這個死亡人數 應該恐怕要遠遠超過這個的 因為屍體不可能停留好幾天 對吧 它必須盡快的去火化 所以它這種情況 還有一個情況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伊朗最高領導人的 顧問團的一名官員 今天也是就是說感染去世了 那麼前天就是之前的一些 就是情況我們看到有副總理副總統 都有這種感染離世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伊朗已經它已經是在掩蓋 真實情況的一個情況下 它還有這麼多的官員離世 那麼就是說中國的官員 會是怎樣一個情景 伊朗這些官員說實話很奇怪 就是它為什麼他們實際上 是大規模這些官員感染 包括呢就23個這個議員 目前現在是確診 那麼就是這是很奇怪 所以它可能證明的話 之前是有這個官員 甚至可能是多名官員的話 發生了這種感染之後的話 然後形成了一個交叉感染 那麼作為中國來講的話 其實也很難去逃脫 這樣的一個這種環境 因為比如說我們這樣做大湖北 對吧它也是同樣的 是這樣的一個這種大環境 而且呢就是在 特別是在這個發病之前 甚至呢就是官方 甚至封城的時候來講的話 那時候很多信息 大家也是不透明的 所以很可能在這個過程中的話 同樣的會有很多人感染 然後呢相互傳播 那麼之前的時候 我們在看無錫人民醫院 就是陳靖瑜做那個手術來講的話 他是講說給一個做完葉克膜 等等這樣的一個這種 原來的這種心情冠狀病人 那個就是做了這種全兩雙肺的 這樣的一個移植手術 而且呢是得到了省領導 還有市領導的這樣一個批示 然後獲得了這樣一個開了一個綠燈 然後呢交通啊等等 所以呢這個的話 其實我也是懷疑的話 它很可能是有什麼樣的這種權貴 否則的話在這種特殊時期的話 它可能不會獲得這麼一個高級別的 這樣的一個對待 那麼中共是不是也有很多官員感染了呢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它很難這種 來來回回的這樣的一些活動 以及這些的過程中的話呢 是發生了什麼 這個就很難說 但是它沒有報 但是它沒有報 因為它這個信息是不透明的 甚至在某些方面 它甚至不如伊朗透明 這很奇怪這一點 是 太多了 警長 操住 五 一 二 三 誒